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时候的曹骏身体柔弱 经常生病 于是父亲把他送到武术班 希望他能够通过习武来使身体强壮起来 而曹骏被送到武术班之后确实身体有所改善 胃口变好了 身体也强壮了 八岁那年被真名小和尚的这片选中从此进入影坛 随后一直以同性身份 在一些影视剧中饰演配角 直到16岁那年在古装神话大剧《宝莲》等中独条大量一举成名 但是之后观众却很少再见到曹骏的作品 所以曹骏也逐渐淡出了荧幕 相比于曹骏而言同样因同心出道的是小龙 却要幸运得多 我们基本上都看过他小时候演的作品 而且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走红了 一直到现在我们对他拍过的一些角色都感觉特别的熟悉 那个时候他因为形象特别的可爱 再加上功夫又不错 以至于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 只不过长大之后因为各种原因 并没有特别高的知名度 在很多人眼里 士小龙跟平常的明星没有什么两样 虽然是同心出身 小小年纪还得到了很多的人气 可他并没有因此的骄傲 还一直默默的努力 虽然士小龙也沉寂过几年 但是相比于曹骏士小龙的名气要大得多 如今士小龙正是迎来了第二春 舞动乾坤的热播 让观众看到了这张熟悉的脸 士小龙的演技有目共睹 背景更是惊人 甚至连成龙都不敢得对他 少林寺的方丈士勇信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士小龙两岁十变败士勇信为师 士是勇信得一弟子之一 所以其实在武术界 士小龙的悲愤非常的高 很多比他大的人见到他都要军功 同样少林寺的王宝强 也没有他那么高的悲愤 如果按备份见其都要鞠躬呢 他干击无堆是台湾某帮派的总护法 其背景堪比向华强 曹骏却没有这么好的女 他沉寂之后 很少出现在观众面前 已经逐渐被淡忘了 直到2016年在微博公布 那欲当红小发弹蓝莹莹的恋情之后 才重新回到观众视线 但是却依旧无息可拍 甚至需要靠自己的女朋友帮他去求导演 他才能获得世系的机会 如今30岁的曹韵 也逐渐凭借几部作品回归荧幕 同为30岁的士小龙 也迎来了第二春 希望这些拥有实力派演技的武打童星 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好的结局 希望他们的事情蒸蒸日上 点拨关注不迷路 持续提供更有趣 更有料 更有用的知识和资讯